虽然北韓搗蛋 但是国际股市和汇市今天都逆势走扬 台北股市小涨了24点 以七七五二点作收 不过这样的反弹不够有利 投资人关心国安基金什么时候进场护盘 答案是暂时不会进场 这可能让投资人有些失望 但是专家却认为 台股应该不至于因此出现失望性脉牙 南北韩紧张情势升温 让台股本周以来下跌189点 投资人转而关注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 10号下午包括行政院副院长毛泽国 和央行总裁彭怀南等政府高层 纷纷现身行政院 就是为了讨论是否启动国安基金 不过国安基金管委会开会结论是 目前国内股市尚无失序之余 会持续密切注意北韩及H7N9疫情发展 换句话说 国安基金暂时按钉不动 不会进场护盘 台股会不会因此引发失望性卖压 专家表示 国安基金按钉不动是预料中事 并不会对盘氏造成影响 现在指数基本上也到7700点 然后跟过去上次进场的时间点 6600点还是有这样差距 所以疫情它进场的机会应该不大 所以我觉得市场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产生很大的失望性卖压 现在最重要还是要看 国际股市 还有中国大陆的疫情 这两个最重要的观察的中心 对于台股后市 专家认为除非情势 央集国际股市 否则台股仍是看涨 台股多少心里面会受到一些一些影响 但是真正影响的格局 还在于景气 还有国际的股市的一个 才是真正影响台股最重要的因素 北韩喊着要开战 弄得台湾股民心情七上八下 国安基金也同样观望 费心拿捏出手时机 UDN TV 陈锡文 吴凯中 台北报道